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离开我家没多远 有一块空地 住在附近的小朋友都很喜欢去那里玩 前几天有一帮工人来做维修的工作 在他们走了之后 发现中间有一个地方凸起了 因为这样有些小朋友在那里玩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就被他击到 不过他们都很聪明 在跌了几次之后 走到去那里就会特别小心 有些会停一停然后跳过去 有些干脆在旁边走过 有几个在跌痛了之后 甚至不再去那里玩 这个小小凸起的地方 令我不其然想到人生的挑战 甚至危机 在面对挑战和危机的时候 我们是打醒精神 咬牙筋冲过去呀 应该是穷则变 变则通 灵活处理 又或者量力而为 甚至放弃呢 有人觉得仍难而上是最好的答案 不过灵活处理又未尝不可的咯 只要不放弃那就可以了 否则会被人觉得你是胆小鬼 是懦夫 无可否认一个人认识自己 知道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亦不失为一种智慧 与其在不适合自己的事上面浪费时间 倒不如果断点 做其他事更好咯 至于在信仰方面 我就觉得人只有一种选择 就是面对挑战 仍难而上 主耶稣的门徒彼得 曾经三次不认住 为他的人生留下一个极大的污点 不过他并没有被这件事揭露 他没有逃避 没有担心其他人对他的质疑 而停止服侍 相反 他继续和其他主的门徒在一起 勇敢地跨越灵性的低潮 之前信心的软弱 就成为他后来服侍的动力 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仕途 诗篇四十二篇五节的经文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满 为何在我里面繁粗 应当仰望神 因他少念帮助我 我还要清赞他 生活中的危机 没什么值得我们的 唯有灵性的危机 才是可怕 如果你正是处于灵性的危机当中 千万不要逃避 求主用他的恩典托着你 令危机转化成为生命成长的好时机 感谢观看